那怎樣才叫睡得好呢 如果你都是潛睡了就睡不好 你早上精神不會好 所謂睡得好 睡得有品質 早上起來精神很好 那就是要熟睡 然後再加上做夢 尤其是熟睡最重要 好大家好 我是未來健康研究院院長方式清醫師 我也在清源未來診所看診 我也是永恶更新神經內科方式清醫師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主題是 潛睡多夢 這是一種中間睡眠不好的狀態 病人是可以入睡的 但是中間就睡得很哩哩啦啦 睡得很淺 然後夢很多 那早上起來精神不好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那就是因為 他晚上的血液裡面的 腦袋裡面的 血清素不夠了 那我們一看正常的睡眠 正常睡眠那個結構是很漂亮的 你看那個腦波活動 他一開始呢 從高到低 然後越來越低 低到腦波變得很慢 然後慢慢再變快 那快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他不是醒來喔 他是進入做夢的階段 所以做夢的時候腦波是非常快的 跟正常一樣 然後接著又開始變慢 然後這種循環大概四次五次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睡眠 那我們睡眠這個比例是多少呢 溫度把它分成 潛睡 熟睡 跟做夢 潛睡大概在一半 一半的時間 也就是稍微有一點風吹草動的 你叫他他會醒的 那熟睡是什麼呢 你叫他他還不太容易醒 睡得很熟啊 那這占四分之一 然後呢 這下時間是 四分之一是做夢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看喔 我們睡覺裡面呢 是有結構的 它不是整個攤平的 那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睡眠的一個大兵 大概是要這個樣子 那怎樣才叫睡得好呢 如果你都是潛睡呢 就睡不好 你早上精神不會好 所謂睡得好 睡得有品質 早上起來精神很好 那就是要熟睡 然後再加上做夢 尤其是熟睡最重要 好 我們非常的熟睡 我們大腦有休息到 那個休息呢 又可以拿來做夢 那這樣一個組合呢 會讓你覺得 早上起來很清新 如果全部都停留在潛睡 那就整個睡都睡不好 那至於吃安眠藥啊 症靜劑啊 它就是讓你只有潛睡 整塊睡眠的大兵呢 全部都潛睡 大部分都潛睡 就一點點熟睡跟一點點做夢 所以即使 睡了八九個小時啊 你就覺得很累 那就是因為沒有 做到睡眠的工作 熟睡跟做夢 那我們熟睡跟做夢 在晚上是交替進行的 交替進行 熟睡做夢 熟睡做夢 就好像熟睡好像大腦在休息 休息得很厲害 腦血流變很低 大腦的那個 腦波的活動很低 然後他就是為了下一波 強力的做夢 那好像需要休息才能夠強力的做夢 那先堆下去才能夠跳起來 那這些很刻意的行為 整個就是睡眠的秘密 那這裡面有哪些主導他的神經傳達物質 一個叫做血清素 他是負責熟睡的 所以血清素不夠 你是睡得不夠熟 然後第二個是以吸單減 所以血清素以吸單減 血清素以吸單減 就好像兩個人在跳Tango一樣 你退我進 你進我退 那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很漂亮的Tango 所以晚上大概這樣Tango 要跳個四輪五輪的 那一個叫做血清素 一個叫做以吸單減 那如果你晚上血清素太少了 就好像跳舞的人 有一方武功比較弱 他不太會跳 那另外一方就跳得多 都看他表演 那血清素這個跳舞的人太少以後 他就變成無法熟睡 那就給那個跳那個 另外一個以吸單減的舞啊 占便宜了 他就一直做夢 所以你看他睡眠的型態 變得不一樣了 你看他那個熟睡期啊 那個深藍色的變少了 然後呢 紅色的做夢期啊 變多了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種經驗 整個晚上 哇雜夢一堆啦 都在做夢 然後呢 真的睡得很熟的不多 所以淺睡多夢 那早上起來精神也不會好啊 因為沒有真的休息到 白天已經很忙了 晚上更忙了 我們白天清醒 你看那個大腦的活力 我們用橘色的代表 我們熟睡的時候 那個大腦的整個代謝啊 血液循環都降得很低 然後呢 待會做夢 那個腦力啊 這幾乎是火力全開 是比那個清醒的時候更高的 所以你整個晚上呢 你休息做夢 他其實是比例搭配得以的 如果都只有那個做夢沒有休息 你反而會覺得越睡越累啊 那解睡多夢到底有什麼不好呢 說我有睡啊 我入睡沒有困難啊 我只是睡覺睡得很多夢 然後早上起來 精神不太好 那這樣也算是一個病嗎 如果長期下來的話 你會覺得精神不太好 整天累累的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方醫師一直說做夢是好事 做夢是把我們的 記憶跟情緒做整理的 然後刻在我們的大腦皮層上 這是晚上做的事情 可是一直做夢的有一個壞處 就是說他白天遇到的壞事 然後會刺激我們的大腦的叫做性能核 因為他長得就像性能這麼大 那他是一個情緒中蘇 那性能核就把它暫存著 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做夢的時候就會刻畫到我們的大腦皮層 那一般來講喔 性能核他是只挑壞事的多 他好事不太管 因為好事不太需要記嘛 壞事要把它保留下來 下次才不會吃虧嘛 所以呢 白天遇到的壞事 放到性能核 到了晚上呢 他因為用做夢的方式 放到你的大腦皮層 結果呢 你很愛做夢 很愛刻到大腦皮層 結果變成一種比較 憂鬱的性格 因為你的壞事啊 壞事本來過了就好喔 那現在都寄到大腦去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會容易 養出憂鬱的性格的大腦 這是他可能的壞處 那除了類以外 然後情緒比較憂鬱 比較悲觀 比較負面 這個是潛睡多夢的可能的問題 那你看這個圖喔 我們正常腦部睡眠呢 是有結構的 當然年輕人就是這樣睡的 你用的安眠藥鎮定劑 說我潛睡嘛 我要把它蓋掉 那安眠藥鎮定劑用你 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你看這個腦電波 他都只停留在潛睡期 他下也下不去 那上也上不來 變成說 我也不太熟睡 我也不太做夢 我都停留在潛睡期 然後潛睡期 整個晚上潛睡期會怎麼樣 你會感覺上 我吃了一跳以後 那秀一下就醒來了 好像沒有睡一樣 那其實真的是沒有睡 因為你晚上該做的功課沒有做 不熟睡沒有洗到腦 不做夢沒有整理大腦 所以大家什麼會好呢 他是把所有問題都蓋住 看起來有睡 沒有潛睡多夢 那這裡是被麻醉 那我們有沒有一個真正的方法 來增加熟睡呢 那我介紹這幾個 這個符合生理學的方法 那首先呢 減少夜間甜食 那晚上不吃是不是更好 不是這個樣子 晚上需要 因為我們做夢 需要一些熱量 需要糖分 它其實是很好糖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 甜食吃很多 像一些蛋糕啊 甜食點心啊 這些東西如果吃很多呢 你雖然糖分會很夠 那就全部會怎麼樣 會往那個做夢期去做 然後呢 你的熟睡期呢 就變少了 所以吃很多甜食的人 會做很多夢 然後睡得淋淋淋淋淋 所以你要讓你睡得熟 你要吃點東西 但是又不能吃太多 你如果餓的話 你是沒辦法睡著的 因為跟下一期 我們要講的一個叫食欲術 是有關係的 你要吃東西 讓你不要餓 那不要一大堆糖分的東西 讓你的血糖很高 血糖高呢 會幹到你睡眠 但是沒有血糖也是睡不著的 所以要適量的吃 那減少夜間甜食 第二個 睡覺有一個叫 脆黑激素 那年輕人 中年人大概都還不會缺 大老年人的 退疫激素少了 他的熟睡期也少了 可以適時的補充 退疫激素 或退疫激素刺激劑 那我剛剛說 血清素不夠嘛 那我們就直接給他 吃血清素的藥啊 那大家都會想起 就是增加血清素的 抗憂鬱症的藥 這些抗憂鬱劑呢 吃了以後 血清素在大腦裡面的 回收降低了 然後大腦裡面的血清素 就會停留久一點 相對就是 血清素的濃度比較高 可是這有發生兩個相反的事情喔 你吃抗憂鬱症的藥呢 有些人血清素提的太高了 他幾乎 隨便一顆藥都可以增加 八成的血清素的涵概率 所以如果血清素太高 晚上他下不來 你會睡不著覺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會想睡覺 或者是該腦睡覺 是吃了以後才知道的 所以有吃抗憂鬱症 血清素藥物的朋友啊 你如果吃了會想睡覺 那你就睡前吃 如果吃了會該腦睡覺 你就早上吃 因為血清素這個東西喔 很調皮的 他到晚上是他要下來 可是又 如果你沒有拉下來了 你沒辦法睡著 下來以後呢 他要再上來一點 上來一點 所以他剛剛好 太多睡不著 太少沒有辦法熟睡 所以吃了抗憂鬱症的藥 到底會 干擾睡眠 還是促進睡眠 吃了才知道 好 那有一種呢 是 叫做血清素第二型抑制劑 那有好幾種藥喔 那包括一個第一代抗組織安批蓮 它本身就是最強的 這個類型的藥 還有 抗憂鬱症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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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憂鬱症 這件事情 謝謝各位